董卓在温明院大宴文武百官 在宴會上 他提出來說要廢了現在的皇帝 另外立陳流王做皇帝 哇 文武百官聽了 沒敢出聲 沉默了一陣 突然間 有個人推開桌子走出來 站在大廳當中 大聲地說 不行不行 你是什麼人 居然說這種話 這麼大口氣 當今皇上乃是先帝的嫡子 向來毫無過失 怎可以亂講廢納 你想欺君散衛是嗎 董卓一看 原來這個人 是荆州刺史丁元 董卓發火罵他 順我者生 逆我者死 拔出一把劍 想斬丁元 李渔一眼關七 他看見丁元背後有個人 生得氣雨天昂 威風淋淋 手折一枝荒天華激 那雙眼 生得出火 李渔聖水 急急勸董卓說 今天宴會這麼高興 無謂談論國事 等第二天在刀堂 再來議論也不遲 刀堂是議論朝政的地方 就類似今天的會議大廳之旅的地方 當時大家都勸丁元不要爭論 丁元就上馬回去 丁元走了之後 董卓又來問這幫文武百官 各位 我先頭所說的 有沒有道理啊 奴夕開口了 他說 董大人你錯了 古時傷亡太夾 他眾欲無盜破壞法制 宰上伊韻就將他放逐了 又被如先朝昌一黃 他登位才二十七日 但是所做的壞事就達到三千幾件 因此大將軍霍光 便稟告太妙廢了他 今天皇上年紀雖然幼少 但是他聰明人知 絲毫過失都沒有 董大人你乃是外郡的刺史 一向都沒有參與國政 而且又沒有伊韻霍光這樣的大財 怎能夠夾眼主張廢納的事呢 聖人說過 有伊韻之志則可 無伊韻之志則散也 你這就是奪權散衛了 大膽 我殺了你 董卓生氣得合合聲 拔出一把劍走上前 想殺魯夷 時鐘 塞翁和爾朗彭伯 立刻攔著董卓勸他 說不要啊不要啊 路上書海內之名 人人敬仲 如果殺了他 恐怕天下都會震驚的 不要殺 不要殺啊 董卓一想 嗯 沒動手了 司徒黃韻出來打圓場 他說 廢納的事情是件大事 走後商量這些事 都是不適宜的 以後再議 以後再議 是呀是呀 黃司徒高見 高見啊 於是文武百官都散了各自回去 當時董卓 站在溫明園門口 忽然間見到有個人拿著手機 騎著匹馬 在園門外面 極極摑摑 跑來跑去 董卓就問李渝了 你那個是誰來啊 他是丁元的兒子 姓呂明報 智鳳仙 主公啊 你避開一下他好啊 嗯 好 董卓就跟著李渝走回到溫明園 避開呂報 誰知避開一次 避不開第二次 第二天 得到報告說 丁元帶領人馬 在城外挑戰 董卓就生氣了 率領軍馬 帶著李渝出去迎戰 兩邊都列好陣勢了 只見呂報頭頂觸發金官 身穿百花箭袍 披上唐藝海鴿 拿著斯文寶帶 中馬挺擊 跟著丁元出到陣前 丁元就痛罵董卓啊 他說 國家不幸 嚴賊弄權 搞到萬民遭殃 為了國家 剷除嚴賊 你半點功勞都沒有 竟然淡敢亂說什麼廢勒 你就是想帶亂朝廷啊 董卓被丁元罵到面懵懵 都未來得及還口 呂報已經飛馬直殺過來了 撐不住啊 董卓馬上走人 丁元指揮軍隊掩殺過去 打到董卓大敗 退後三十幾里 董卓紮落營寨之後 召集那些文官武將來商量 董卓說 我看呂報這個人 極之厲害啊 我如果得到這個人 天下無敵啊 什麼我都不用憂了 有個人走出來說 主公不用擔心 我和呂報是鄉里泥 素來都知道他為人有勇無謀 見利忘義 我就憑著三寸不爛之洩 說服呂報 使他乖乖地來投降主公 那麼好不好啊 咦 是就好啊 董卓高興了 看看 原來講話這個人 是虎賓中郎將李叔 你打算怎樣去說呂報來投降我呢 我聽說主公有一匹日行千里的名碼 叫做赤兔 我想 就用這一匹赤兔馬 再用一些金銀珠寶 用利來收買他的心 然後 我再用一番說話來碎他 那呂報就一定反丁緣 來投降主公的了 董卓就問李如 他這麼說做不做得過呢 主公為了奪取天下 一匹馬而已嘛 有什麼不捨得的呢 沒錯 送匹馬去 再送黃金一千兩 鎮珠幾十塊 肉帶一條 李叔帶齊禮物 就去呂報的軍營 他被埋伏在路邊的軍事攔遇 李叔就說 你們快點去報告呂將軍 說他的老朋友來探他 軍事通報了之後 呂報就吩咐叫李叔進去 李叔一見到呂報 照例寒圈幾句 哎呀 賢帝啊 分別之後好啊 哦 原來是兄長 好久沒見 現在在哪兒啊 余興現在是虎賓中郎長 聽聞閻帝康扶捨職 為國為民 真是高興高極啊 有一匹好馬 日行千里的 渡水登山 如理平地的 叫赤土 余興特意拿來送給閻帝 易助撫威啊 哦 請給我看看 李叔叫人家牽匹馬過來 這匹馬 真是名不虛傳啊 周身上下好像火炭那樣的紅色 半條雜色毛都沒有的 從頭到尾一丈長 從提到頸八尺高 他嘗嘗一聲 確是有騰空入海的威勢的 呂報啊 見到這一匹赤土馬歡喜得不得了 哎呀 兄長將這一匹龍驅賜給我 我找什麼來報答你好呢 哈哈哈哈 余興是為了意氣而來 不是望報答的 呂報就更歡喜了 立即吩咐擺酒 喝了一輪酒 喝到興了 李叔就說了 我雖然和閻帝甚少見面啊 只經常見到另轉啊 哈 兄長你喝醉了 先父過了身很多年了 怎會時時和兄長見面呢 哈哈哈哈 兄長你醉了 你醉了 嘿嘿嘿 我沒有醉 我沒有說錯啊 我說的是現在的丁刺史啊 好 原來不是說他的親生老爸 是說他現在的義父丁券 呂報阿廷非常不好意思 哈 唉 我現在是丁券樹 也是出於無奈的 然弟 你有擎天駕海之才 天下誰不欣賠你呢 說到功名富貴 極情易過探狼取物啊 為何說要出於無奈居人之下 這樣說啊 就是怨自己怨不到一位好的主啊 哈哈哈哈 良琴摘木而妻 現臣摘主而是 不及早把握機會啊 悔恨就遲咯 對了 兄長 你在朝廷做官 叫你看 世間上有誰是英雄呢 我仔細觀察過所有的大臣 沒有一個及得董卓的 董卓的為人 竟然理事想佛分明 他呀 終於有一天 會有極大的成就啊 我都很想去跟他的 但是 唉 最糟糕就是沒有門路啊 李叔微微一笑不出聲 將些金銀珠寶 玉帶 一件一件的 擺在呂布的面前 啊 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請賢帝叫左右的人走開 你們出去 賢帝 我老實說你聽 這些禮物 是董公久仰大名 特意叫我帶來送給你的 還有 赤兔馬翼是董公送的 哎呀 董公對我這麼好 我怎麼報答他呢 賢帝 你看 好像我這樣一個容財 尚且得到虎賓中郎將的職位 你如果去到他那裡 畏不可言啊 唉 最糟糕我連結了功勞 要來做見面禮也沒有 功勞動動手就有了 就怕賢帝你不做 這樣啊 呂布想了很久 然後他說 我想殺了丁元 帶軍隊一起歸順董卓 好嗎 哎呀賢帝啊 你能夠這麼做啊 真是天大的功勞啊 不過事不宜遲 越快越好 於是 呂布和李叔約定 就在明天帶兵來投降統搶 浸妥之後 李叔就告別回去 當晚二更時分 呂布拿著刀 走進去丁元的帳篷 丁元正在點起蠟燭看著書 見到呂布走進來就問 乖兒子你這麼晚來 是不是出了什麼事啊 哼 我堂堂一個大丈夫 為什麼要做你的兒子啊 哈 奉扇 你為什麼變心啊 呂布不回答 走上去一刀就斬了丁元的人頭 然後大聲對左右的帳士說 丁元太壞了 所以我殺了他 大家肯跟我的就留在那裡 不願的就自己走 那些軍事 呂布散了大半 第二 呂布就帶著丁元的人頭去找李叔 李叔就介紹呂布去拜見董卓 董卓非常歡喜 拜酒來款待呂布 董卓首先對呂布下拜行禮 他說 我董卓今天得到將軍 真是好像看苗得到場好語一樣啊 呂布扶著董卓 請他坐在那裡 自己跪下行禮說 大人如果不嫌棄呂布 我就拜大人你為義父 那怎麼當啊 當得起 乖兒子 義父 乖兒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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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高興到不得了 立即叫人拿了一件金甲錦袍刺給呂布 大家開懷唱飲 盡歡而散 從此之後 董卓的威勢就越大了 封自己做前將軍 掌管京師的衛庶大拳 封個弟弟董文做左將軍 戶口 由封呂布做忌都衛 中郎長刀寧口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李渝就勸董卓 把廢納的事早日決定了他 經過一番考慮 這一天 董卓就在政府大殿舉行盛大的宴會 請齊公卿百官 命令呂布率領千多名甲使 在近身保衛 當日以太富懸疑為首 文武百官全部都倒齊了 針過幾輪走 董卓站起來 按著把劍 他對大家說 當今皇上軟弱無能 不可以繼續治理國家了 我決定按照古時衛穩霍光的做法 廢除少帝 改為宏龍王 同時立親劉王做皇帝 誰反對的 斬? 哇! 什麼這麼霸道? 我覺得這麼交關 文武百官都個個方都不敢出聲 但是也有人不怕死 誰啊? 中軍校衛袁紹就不怕他 他挺身而出對董卓說 當今皇上職位沒多久 並無失德的地方 你現在廢的立樹 不是造反是什麼啊? 什麼叫做的? 什麼叫做樹呢? 的就是正妻所生的兒子 樹就是小老婆生的兒子 上面說過了 少帝劉辯是何皇后生的 陳劉王劉歇是妃笨王美人生的 所以少帝劉辯是的子 陳劉王劉歇就是樹子了 袁紹這樣一頂撞 東卓發火了 他說 天下大事就靠我 我要這樣做 誰敢不聽啊? 你以為我把劍不夠力嗎? 嘿嘿 袁紹一聲拿出劍來 你把劍來 我把劍也何相不理啊? 兩個人眼看著要打起來 李瑜就按住董卓說 大人 事情未定 不要隨便殺人啊 袁紹氣憤憤 首提寶劍 辭別了文武百官就走了 他不願在董卓專權這個朝廷做官 他把行使職權的憑政叫做折 掛在東門上面 離開了洛陽 去了奇州 奇州 奇州正是今天河北山西的地方 袁紹離開了之後 董卓就對太傅懸疑說 你這個侄十分無禮 我看在你的面子 姑且搖述了他 唉 多謝太衛 多謝太衛 那麼廢納的事情你看怎樣 太衛所說的 是對的 好 有誰敢敢阻撓你這件事的 而軍法從事 軍法從事 即是殺頭 講句不同意就殺頭 還有誰敢說半個不義 所以整班大臣都震了 個個都說遵照太衛的意思做了 廢納的事就定了下來 宴會結束之後 董卓和時鐘周備 校衛五情兩個人商量 董卓問 袁兆這次走了 你們猜他會怎樣呢 周備說 袁兆憤憤憤地走了 如果追捕得他很緊 他必定會造反 袁兆樹恩四世 出於他們門下的官員 遍及天下 如果袁兆聯合起四方的英雄浩健 聚集人馬 那華山以東廣大的地方 恐怕就不是為大人你所有的了 不如射免了他的罪 還封他做個一棍之獎 袁兆知道朝廷免他的罪 他一定會歡喜 這樣就不會和大人作對 就沒事了 五情亦說 袁兆這個人想頭就多 但沒有決斷不足為累 確是不如封他做個太秀 這樣還可以得人心 董卓考慮了一下 覺得這樣做是有道理的 即日就派人去通知袁兆 封他做渤海太秀 渤海郡 即是今天河北和山東省部分的地方 這些就暫時不說他自己 到了九月初一 董卓請少帝在嘉德殿臨朝 大會文武百官 董卓拔出一把劍 拿著手對著大家說 天子遠若無能 不足以統治天下 現在有賊文一道向大家宣讀 講完 就命令李如宣讀賊文 這道賊文總之就是說 現在這個皇帝 現在這個皇帝 樣樣都不行 皇太后又不會教他 所以搞到朝政方亂 而陳流王 德行非常之好 天下都擁戴他 應該由他來繼承皇位 同時宣布廢除這個皇帝 改為宏農王 皇太后要交還政權 奉陳流王做皇帝 李如讀完賊文 董卓的學人扶著皇帝離開寶座 走到金殿 除了皇帝大印的壽帶 向著北面跪在樹 作為一個臣子聽後命令 同時 又叫太后脫去太后的服裝 聽後命令 哎呀慘了 太后和皇帝都哭了一聲 那班大臣個個都覺得好心酸 突然之間 在金殿下 有一位大臣憤怒地大聲說 董卓奸賊 你膽敢搞這些陰謀 我和你死過 董卓一看 原來是尚書丁管 丁管拿著上朝用的象牙板 對著董卓衝上去 用象牙板來打董卓 董卓生氣了 還沒有事捉著丁管 拉出去殺死他 丁管一直不停口地痛罵董卓 到死都神色不變 亂了這一陣子 董卓就請陳流王登殿 百官朝鶴完後 董卓就命令把何太后 宏龍王和唐妃 送去榮安宮居住 封鎖宮門 民武百官不得擅自入內 可憐這個少帝 四月登基 到了現在九月 就被董卓廢了 現在陳流王就被董卓立了做皇帝 就即是漢獻帝 當時他才只有九歲大 登位之後 改一個年號叫做初平 初平元年相當於功力一九零年 立了新皇帝 董卓當然是聖官 聖什麼官呢 做了上國 上國更尊貴的成相 大了 還有種種特殊優待 什麼特殊優待呢 叫做讚拜不明 入朝不吹 劍理上殿 是這樣的 古時候做過官 在朝見皇帝的時候 叩頭行禮的時候 要報自己的名字出來 入朝要稅步 急著走 劍和鞋都要脫下放在皇帝殿外面 這套規矩 都是要來表示對皇帝恭敬的禮法 而上面所謂不明不吹 准戴劍理等等 乃是對職位最高的大臣 像上國所給的特殊優待 就是說 這些人朝拜皇帝的時候 不用報自己的名字 入朝也可以慢慢走 可以戴劍穿鞋 不用脫下 但是 董卓操縱著皇帝 給予自己這樣的待遇 就充分表露出他的野心 例如 又勸董卓選拔那些民間知名人士 請他們出來做官 用這個辦法來收買人心 例如 還舉佔了一個博學多才的人士 叫做蔡翁 這個人就是蔡文基的父親 他在十幾年前 被十常侍罷了官 董卓叫人請他 蔡翁不肯來 董卓生氣了 他使人去告訴蔡翁 如果不來 就滅你的造感 怎麼請人做官這樣請法 蔡翁怕了 唯有接受命令去見董卓 董卓見到蔡翁來到很歡喜 一個月之內 升了他三次官 封他做事宗的官職 待他十分之優厚 蔡翁見董卓待他自己這麼好 心很感激 後來他的死 也是為了董卓的 這些以後就會講到 現在就不講他自己 現在講一下少帝 何太后和唐妃 他們困在榮安宮裏面 日子就難熬了 加之以衣服飲食漸漸少 那樣缺那樣 少帝呀 他的眼淚都未曾乾過 有一天 他見到有一對燕子在飛來飛去 心裡有很多感觸 就淫了一首詩 這首詩是這樣的 小帝 事上派人在永安宫探听动静 这一天,得过这首诗就拿去给董卓看 董卓看着就说 事里充满怨恨 尼堂杀他就有名目了 于是就命令李渔带着十个武士 去永安宫杀少帝 当时少帝和太后唐妃正在楼上 宫女报给他听,说李渔来啊 怕得少帝不得了 李渔进来,拿着一杯毒酒敬给少帝 少帝就问为什么事要敬走他呢 李渔说 现在春天气候情和 董相国特意送售酒来啊 何太后就说 既然说是售酒 你先喝吧 什么 你不喝是吧 李渔叫人拿着一把短刀 一条白卷放在面前说 不喝壽酒就用你两件事 唐妃啪声跪下 哀求李渔 摄身代主上喝酒 求你保存他们母子的性命啊 你是什么人啊 有什么资格代王去死啊 李渔拿着一杯毒酒给何太后说 你先喝吧 何太后死到临头唯有痛骂何俊 当日太过愚蠢 引策入丁 搞到有今天这场大祸 我起了 李渔又逼少帝 要他快点死 少帝说 等我和太后告别了先 唐妃也向太后少帝告别 大家抱着哭得很凄凉 李渔就骂他们说 还有什么好哭啊 你们 上国等着回报啊 你们在拖延时间 还不想望人来救你们啊 何太后指着李渔说 董贼逼死我们两母子 黄天在上 他实无好报的 你们帮他做坏事 你们等着灭族啦 你中禁可乎 李渔发起火泥 雙手拉着何太后 拖了他落楼打死了 又喝点武士 用白卷勒舌唐妃 换少帝喝了那些药酒 毒死了他 然后就回去回报董卓 董卓叫人中少帝他们几个尸体 就这样葬在城外的乱葬江树了事 从此之后 董卓每晚都进入皇宫 坐皇帝的农椅 睡皇帝的农床 奸淫宫女就无所不为 董卓做的坏事 多都算不上 你还有一件事非常残暴 你还有一件事非常残暴 1 学生